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而配合行政院高龄政策 以农业结合长照2.0建立绿色照护网络 14号上午田志轩基金会在华联市组合社区健康站 交高龄者手坐抬球一起动手食花弄草说说笑笑 轻松拥抱健康的老人生活 在农委会持续推动的绿色照顾站 让长者可以在社区以及农村的生活经验及巧手 创作绿色植物的心灵疗愈 14号上午田志轩基金会是来到了组合社区 让现场社区长者制作出美观的胎球 达到绿色照顾的概念 园绿色照护是以农园为基础 结合庭园 农场 森林等多种不同的户外环境 来促进长者的身心健康 田志轩基金会就透过了绿疗愈 绿照护 绿营养的三大元素 让社区长辈能够身心灵都获得照顾 我们特别选定在花莲市的几个福气站或关怀据点 我们透过绿疗愈跟绿照顾还有绿营养这三大元素 来跟所有的社区的长辈一起来让身心灵都能获得照顾跟疗愈 我们包含在绿照顾方面 绿劳愈方面有在植物的手作的胎球的课程 我们也有一些精油的制作课程 还有营养方面的一些介绍 透过这三项的一个课程的内容 那我们来让现在的中高龄的社会 那又可以有这个可以活动力的这些长辈 那他们透过这些多元元素的一个协力 那在生活上在互相照顾跟陪伴上 都能够获得很好的一个启发 那当然动手动脑 还有一些健康的概念跟知识 也可以让生活生命可以健康的一个长寿 那这个也是绿照顾绿疗愈的 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农村社区人力结构严重老化 农委会辅导农渔会及社团 结合自然元素以绿色照顾概念出发 服务高龄长者以绿色照顾服务 朝向实现在地健康老化的愿景 记者凌桀 花铃市采访吧